中方欢迎安理会一致通过联力部队授权延期决议 赞赏决议执毙国法国 为推动安理会各方达成共识做出的努力 刚刚通过的这份决议 重申了安理会对支持全面停止敌对行动 实现永久停火的明确政治承诺 释放出停止暴力循环 呼唤和平稳定的明确 政治信号 在离仪紧张局势持续升级的背景下 这份决议显得尤为必要重要 我们期待冲突各方能切实遵守决议 停止敌对行动 早日重启对话 为实现持久和平做出努力 期待国际社会为实现停火指报 发挥建设性作用 外交斡旋应该秉持客观公正立场 以推动局势缓和为出发点 充分照顾有关各方的合理关切 促成各方都能接受的安排 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确立的各项原则 必须得到遵守 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必须得到尊重 主席 长期以来联力部队为维护蓝县附近和地区和平稳定 做出了巨大贡献 我们欢迎联力部队延期12个月 期待联力部队继续恪守 包括当事方同意在内的维和三原则 履行好停火监督的主则主业 为维护离异局势稳定 做出更大的贡献 作为联力部队重要出兵国之一 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 继续支持联力部队履职 为维护黎巴嫩的和平稳定 做出贡献 谢谢主席